各位好 这个是我们5月28号的读书会的内容 那因为当天大家因为疫情 可能最近比较严重 我第一次碰到读书会的时候 大家都在家里准备线上讨论 那所以我就想说 我回来把这个我们要读的 从6到9 还有第11篇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3 这几篇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再根据前线书上写的内容 我们来讨论 当然因为现在等于是我导读 各位没有在线上 那也没有在现场 所以没关系 如果你们听完以后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群组里面讨论 那这一篇 那这一篇 凭顾节纲武德宗史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这个是因为 那个前线在那个 顾节纲大家知道他是一谷派的大将 那从民国20年开始 这个一谷派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一谷派 他们这个非常活跃 他们对于古代的这个典籍 对于古代的思想历史有很多的想法 那他们因为一谷嘛 所以他们把他们一谷的成果呢 编成所谓古史变 那这一篇是在古史变 古史变的第五册 那因为顾节纲写的这一篇 这个武德宗史说下的政治跟历史 所以前目前呢 就在民国20年 这个评论顾节纲的武德宗史说下的政治跟历史 政治跟政治和历史的这一篇文章 那这一篇文章前线是在民国20年写的 后来民国24年第五册古史变出版的时候 就把他收录了 那他是20年就发表 那其实在这一篇里面呢 前线是继承 就是再度 这个 因为前线在民国19年6月的时候 有写过一篇大的文章 叫《流向心父子年谱》 那当时就是针对那个 那个康有为以来的这些经文学家的概念 就是这个 康有为写过一本书叫《心学伪经考》 他其实的论点就是 那个古文经啊 其实是他认为啦 康有为他们认为 这个是在王莽时期伪造的一些经书 古文经 那前线在流向心父子年谱 就是透过 把流向流星两父子的年谱 编 编转出来以后去确定 这个 流向流星父子不可能假造 尤其是流星啊 不可能假造那些古文经 那其实这讨论比较多 是当时的左传 那 孤节纲的武德宗史说下的 政治和历史的论点 其实也是在这一个 流星 就是提出所谓五行相生这个观念 流向心父子提出所谓的五行相生 这个观念的 这个概念从这个地方来批判 就是这个王莽那个时期 就是很多这个经书上的概念 跟一些这个武德宗古作的概念 那前线在47页里面 这一段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 可以给大家一个刺激啦 那事实上前线在很多 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个文章里面一直一再有强调 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个古老道 或是旧道无法面对新社会新时代 那前线说把中国重来的文化思想 从头整理过 给予一种较为新鲜而竞争的认识 对于将来新文化思想上的发展上 定有极大帮助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前线 我刚刚写这个文章的前后就是 新文化运动 这个非常流行的阶段 那就更不用讲 我们刚讲的一股派这么样的活跃 其实就是想要把古文化古历史 推到历史的灰烬里 那所以前线有感法 那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说 这个可以给大家很多启示 因为我们对于 我们面对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 其实尤其是在那个 西学东建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在从清朝中叶以后的 因为打败仗 所以几乎全盘西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露死掉 我们很多的这个到外国留学的学者 就是民国时期的这些 这些这个新史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学者 他们其实对我们传统历史文化 基本上是没有想要这个重新去认识的 那吊诡的是其实在这里面 像胡适啊他们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受旧学传统训练的 可是等到他们从国外这个留学回来以后啊 他们对于旧学其实是不太注意的啦 那所以这一句话虽然文字不多 可是其实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 尤其是我们的文化思想 事实上是可以跟现代结合 譬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像论语 论语讲的很简单就是做人道理嘛 那做人道理不管你是什么样肤色的人 你是哪一个时代的人 他都需要的 现在各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政坛上有很多人啊 取学二世 不管他有没有专业 取学二世人太多了 不讲真话的人太多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不好 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啊 尤其像儒家 他们找人 他们肯定的人 都是人品好的人 不管你事工好不好 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可是人品好不好 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 前期间这个话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以为旧的就是不好 还有 我再加一句 也不要以为新的流行的 就一定是好 我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 跟同学这个 提提醒 就是不要以为流行 就是对的就是好的 流行还看适不适合你 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是好 好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就是有一点 很多 很多文化是粗俗化 譬如说故意把台语的一些不好的 那个闽南语不好的 这些字眼啊 用国语把它表现出来 那在我们从小的 受过的教育里面啊 尤其像我母亲比较传统啊 他是对我们讲的话 是非常严格的限制的啊 就是不准我们讲那些所谓的什么 脏话不好的话 那我妈妈没有受什么教育啊 她只有小学毕业 可是这一点 就是我们从小在 我们成长环境里面 他对我们要求其实是 人品方面 譬如说他 我们的功课他不一定在意 但是他在意我们 譬如我们有没有爱干净啊 我们有没有 不要随便讲一些不好的话等等 好 这个他对我们要求比较多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化一个很重 我母亲她没有受高等教育 可是她为什么知道这些道理 就常常是从那个戏剧啦 戏曲里面去学到的 好 那这个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这一句话很重要啦 尤其是将来如果大家有机会教育自己的小孩 像我在学校教书 我就会 希望我们在诠释过去的历史文化的时候 可以给同学一些新的观念 就把它跟现代的环境结合 然后去找出现代环境还可以用的东西 还可以宣扬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下一篇是流向列宁传里面所见的中国道德精神 那我就找到一些那个汉代画像砖的东西 给大家看 那就是说 当然汉代的画像砖可能同会讲说 那也是汉代啊 对不对 可是你透过汉代 你透过了解汉代他们注意什么 他们在意什么 你也可以知道说 欸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好 那第二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如果研究上古啊 中国上古史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观点 他说 传说是眼镜生长的 而伪造却可 可以一气合成 一手创力 传说是社会上共有的 有意无意 而无意为多的一种眼镜生长 而伪造却是 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异制造 传说是自然的 而伪造是人为的 传说是连续的 而伪造是改换的 传说是渐变的 而伪造涂役 这个为什么我说 研究古代史人或上古史 尤其上古史会 会觉得特别受用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面对很多 从这个古代文献里面看到的 基本上是传说多啦 比如说我们讲的武帝啊 三皇武帝啊 这个在我们历史文化传统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可是他里面 他的传说里面记录了很 文献记录的这些三皇武帝的表现 尤其是武帝的表现 你会觉得可能吗 比如说皇帝啊 跟石油 跟那个炎帝作战的时候 不是发动熊皮出入嘛 来作战 那现在人看到这个文献 他是不是训寿师 可是这个传说 既然流传下来 就表示说一定有一些征兆 让他们觉得说 可以记录下来 那如果用现在图腾观念来看的话 那你就会读得通了懂不懂 因为现在图腾 从那个 那个民族学家 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图腾这个信仰的研究 可以知道说 他们有图腾化妆的现象 有图腾团 有图腾化妆的现象 所以 皇帝发动熊皮出入作战 这可能就是皇帝当时 他们这一组里面 跟其他的这一种 就是同一个图腾团里面的 他们化妆成图腾的样子出来作战 当然皇帝不可能是一个训寿师 发动动物来作战 但最大可能就是可以用 民族学家对图腾的调查来看 所以我才会讲说 那个五十页的这一段话 其实是可以提供我们特别注意 因为传说它是慢慢演进而来的 慢慢累积下来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他也有很多传说 对他们的历史也有很多传说 那这个传说就是 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 那伪造不是啊 伪造就是直接 这个这个说出来的 像遗古派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遗古派 他们就认为 中国古代经典里面有很多次说 中国的尾书啦 那尾书齁 我讲过很多次 尾书他们判断的标准有问题 为什么 他只要认为作者不是那个人 他就认为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不可信 那这个是有逻辑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譬如说管子这本书 不是管仲所留下来 可是它里面记载很多的确是春秋时期 就是这个春秋五霸那个时期的那一种 就是齐国东边 这个中国东部这边 齐鲁这一代 又是齐国这一代 靠海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状况 所以你不能因为毁书 就是说多者不是这个人 那你就全部把它否定了 好 接下来这一个是在五十五页里面 他提到的 就是这个其实是整篇文章里面 就是有关五行香盛 五行香盛 因为那个周延 他刚开始提出五德宗史说的时候 他提出来是五行香盛的观念 所谓五行香盛的观念就是 后一德可以胜前一德 好譬如说水来吐焉 像我们现在也大部分 大多数的地方在治水都是利用 霸土来涨 那这个就是土对水 是有这个 克制的 所谓五行香盛 那个盛字就是克制的意思 那五行香盛的话就是 前一德帮助后一德 譬如说你要火 你要火得旺的话 你就要放木 懂不懂 木头可以让火生得更旺一点 那在五十五页这里 那个前天就提到说五行香盛的排列法 在董仲书里早已采用 什么意思 董仲书是汉武帝时代的 好就是汉朝西汉中期 好 那换句话说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说五行香盛 好就是以前的很多的 很多的学界 很多学界的学者 或者说古代很多学者 都认为说五行 因为周恒提出来的 周延提出来的是 武德 宗史下的五行香盛 然后呢到汉代出现五行香盛 那像我刚刚讲的说 像康有为他们的观念就是 五行香盛是为了王莽要篡位 王莽要把自己排为土德 才产生的这个产物 那前天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 其实就是要反驳这个观念 因此他就从很多的 那个文献里面去找到证明说 在西汉中期董仲书里面 都已经开始采用五行香盛 所以不是要不是这个五行香盛的观念 而且是来自于这个吕氏春秋 一直演变到淮南子这样子 而不是到流星那个时候 王莽篡位前后才出来 那所以他说五行香盛的排列法 在董仲书的书里遭一采用 董仲书里讲五行 吴宁说是旅然淮南一路气味多些 武德宗史说的改造 似乎不用到流星史才发动 这个只是我刚讲的 那下面这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在56到57年之后 他就提出说 那个汉代的朝廷曾经有过武德辐射之一 所以武德宗史说 他在周恒那个时代啊 就是战国时代提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并没有很强调放在朝代更替 那放在朝代更替 讲的比较多的是汉代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是这样子 前先之所以会把这个前后发生四次的改变 那在我这里列成五次 主要原因是因为要说明 为什么汉那个汉代曾经有两次 因为在汉武帝定汉代为土德之前 并不是没有定这个推德定位 这件事有 但是他们没有像汉武帝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从史记看得出来 汉武帝他是推德定制以后呢 就改辐射改立法 就是要为了要这个符合武德宗史的这个概念 譬如说他定为土德 就是把那个皇帝的辐射啊 全部改成黄色 那黄色当然阴阳无形 里面的所有金木水火土 或木火土金水等等的金木水火土 土为什么是在中间又是黄色 那也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啊 起源于中原地区嘛 那中原地区是在黄土高原 那旁边又是黄河 所以才会土放在中间 然后以黄色为主 那汉庭的武德辐射 这个改变前后有四次改变 就从第一 最初的经过四次变化 那最初呢是 是汉代是定为赤帝 大家知道那个汉高祖啊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个实际啊 高祖本纪 里面就有提到汉高祖曾经杀了白帝子 所以他是赤帝子嘛 杀了白帝子 因为因此汉处应该是所谓的赤帝 就是应该是伙德啦 然后等到汉高祖建立这个汉朝以后啊 大家知道啊 他采取五儿子对不对 那五儿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耕动 所以秦当时是水德 为什么 因为秦是水德 大家可以知道 秦的服饰都是黑啦 水其实是黑 就是金木水火土五个 金就是白 木就是青 就是绿色啦 好 然后 水就是黑色 火就是这个红色 然后土就是黄色 所以呢 第一次的改变是沿用秦的水德 这叫第一变 那等到汉武帝不是把自己定为土德 对不对 那这就是第二次的改变 因为汉武帝正式 这个推德定制 易辐色 改制易辐色 定为土德 然后第四次改变是 在这个道 王莽把自己定为土德之前 西汉 这个汉武帝之后呢 又采取 所谓这个汉 汉高族是瑶帝的后代 那瑶的后代 那瑶也是火德嘛 所以又把这个放上来 所以第三次改变就是 又改为火德 懂不懂 从火德水德土德 又再火德 然后等到王莽继位以后 又把自己改为土德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啊 所有的皇帝都希望自己是在 国土的中间啊 因为 武德宗史象征五个方位 象征五种颜色 也象征所谓的五地 那五个方位只有土是在中间 其他就是 这个 东南西北 大家知道靖庙里面不是有 这个所谓的左青龙又白虎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东西嘛 然后南北就是玄武 然后竹圈是四寿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 汉庭武德辐射之意 其实前后有五次 那这五次从第一次开始 就经过世事改变 那所以到了五十九夜 前线就是在这个 推论过程当中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武德转移 改取相声说 不取相声说 远在流向以前 换句话说绝对不是流向流星父子 去推出来了 早就有了 然后重新主张汉为伙的 这个是根据汉为谣啦 谣后 这也是在流向同事或烧钱 然后第三个汉为谣后说 也起于流向前 为什么重新主张汉为伙的 这个就是认为 汉为谣后啦 就是谣的后代 然后下面这是我把五行相声 跟五行相圣 列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五行相声的话就是 后一德灭 前一德 就可以克制前一德 所以五德顺序是 穆金或随土 如果到朝代更替就是 夏商周秦汉 秦是随德嘛 所以汉 汉应该是土德啦 就是汉武帝的时候 五定汉为土德 云就在这里 然后五行相声流行以后呢 就是前一德 身后一德 就像比如说我们刚讲 你要火旺的话 你要木嘛 所以他是木火土金水 好 那如果把他放到那个 从那个三皇五帝拍下来的话 就是福西神龙 皇帝绍号 专须地库 遥顺 夏商周 汉兴 有没有发现情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王莽要把自己放为土德嘛 然后呢 汉要是火德才行 如果汉不是火德 好 王莽就不会是土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好把秦视为润德 好 那这个 这个排列倒是 汉代才有啦 好 那大家知道 这个五行相声或五行相声啊 一开始战国的时候 这五行相声 后来有五行相声 出来以后 你 大家知道 我们后代的人的生活里面 譬如说你去算命啊 这两个是同时运用 五行相声跟五行相声同时运用 还有如果你去看那个中医啊 中医也是在讲 有没有 我们不是有五脏六腑吗 然后五脏里面不是那个 那个心肝脾肺肾 那心肝脾肺肾就是 按照那个武德的观念就是 我们心肝 心是火德啦 肝应该是木德 然后皮 心肝脾肺肺 皮应该是 肾是这个金 皮是水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如果看中医 或是我们去算命 其实这两个 相声 就相克相声 相声的相克意思嘛 其实是互为运用 并没有哪一个 算命的或是哪一个中医 只用其中的一种 好 好 那刚刚我讲的这个就是 好 这个 漢代流行的观点 好 就是从相声 相声到相声 那前线在六十页里面 特别提到说 少昊插入武德宗史 好 不是流行时候 武端伪造出来的 好 只不过是在流行的手里面 大规模的写定 好换句话说 不是流行去推出来 也不是流行为了王莽篡位去推出来 而是 他把 有的观点 写得完整一点 好 然后下面呢 就是有关于那个 这个 这个 前线根据 这个 顾杰刚这个武德宗史说下的政治跟历史 好 整篇文章里面他推出 就是他整篇文章写完以后 他就提出十点 就是他整篇文章里面的十点观点 好 那第一个就是武德传说 武帝传说 虽初战国晚期 好 可是在周延以前 古史上的传说 早有远在皇帝以前的 不能说皇帝前的古史传说 进出于远后 好 就是说 因为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 因为武德宗史说流行以后啊 这个武帝啊 就是皇帝专需帝库遥顺 这武帝也被放入 这武德里 所以前线 根据他的这个 对于文献的解读 他认为说 武帝传说虽然是到战国才出现 晚期才出现 但绝对不是 那个时候才有的 之前应该就有 各位要有一个关联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东西 包括考古发掘 挖出来是一定有 可是没挖到不表示没有 懂不懂 你挖到可以确定有 那没有挖到 你不能说 没挖到就一定没有 我们现在并不是把 所有中国人所在的土地上 全部挖过一遍 如果我们全部挖过一遍 我们说没有 那当然是没有 可是不是啊 所以譬如说 我们现在找不到 皇帝时期的直接证据 可是你不能因为没有 地底下挖出来东西 你就说啊 没有皇帝 难道古人都是白痴吗 对不对 如果古代没有皇帝 古人为什么要写出皇帝 当然皇帝也许没有像我们 现在从文献面看到说 喔他 他那么厉害 可是如果我们从 考古的角度来看 皇帝如果按照 文献记载大概距离我们五千年左右 四千七百 四千七四千八左右 将近五千年 那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中国境内的 五千年左右的考古发掘意见 就知道说 那时候的物质文化已经非常高了 譬如说不是这个 根据那个文献记载 皇帝有创出指南车嘛 那指南车怎么判断 指南车第一个是为了定防围 对不对 那只要看看考古发掘那些 那个遗址 就是墓葬啊 或者他们住了房子 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新世纪时代 众晚期 方位观念是非常明确的 他们有方位观念 如果他们没有方位观念 不会说墓葬一定是 头朝哪一个方位啊 或者说他们的 他们住了房子 已经朝哪一个方向 他们有方位观念 那那个时候有方位观念 所以皇帝有没有可能创出指南车 有可能 好 那第二个 前先他说周延武德 宗使跟旅染月令等所说的五行相似用事 并不同 不能并为一谈 他是强调 那个其实周延武德宗使说是五行相慎 好 那旅染月令其实讲的是五行相似 比较接近是五行相似的概念 好 然后第三个 皇帝以下的古地传统 好 先秦古文颇有怪异 不能集聚使家 使记一家火定其他传说 好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使记啊 可是使记 司马迁也自己在讲嘛 他在秩序里面提到嘛 他在写皇帝啊 因为他自己也有这个壮游天下 而且都有去做实地的田野调查 那所以他觉得不可靠他就不用 可是司马迁没写不表示一定没有啊 但是司马迁写的我们可以 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 然后第四个 秦香公四百地 汉高祖称次地子 乃具五方色地的传说语 宗使武德说五色 因为武德宗使 就是这个 金木水火堵五个 配上五个防卫 配上五个颜色 或是配上五地 这个其实是慢慢慢慢演进过来 并不是一下子就跳出来了 那第四个秦香公四百地 汉高祖称次地子 我们刚刚不是讲嘛 汉高祖在起兵之前啊 不是杀过白地子嘛 那当然你这个也可以拿来讲懂不懂 可是这个跟周恒那个时候的武德宗使说是没有关系的 周恒那时候提出武德宗使说的时候 他并没有要讲到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赤地 可以克白地等等啊 然后第一个秦上水德和上土德 是根据武德宗使以香盛为寿的说法 这我们刚刚讲过 第六个董仲书春秋凡路里 并才五行相盛相盛两说 而五帝分配武德早取相盛说 一与五帝宗使说不同 我刚讲过 五帝 五帝 代表五个方位五种颜色 甚至代表五个族群 这个是慢慢慢慢演变过来的 所以前现在这意思是要强调就是说 在董仲书的书里面 早就有五行相盛跟五行相盛 所以你不能说五行相盛是道流向流星啊 尤其是流星那个时候为了王莽篡位去 为了王莽去伪造的 他其实是要强调的观念 然后第七 太初改曆以后 这个大家都知道 汉武帝的年号很多个 因为他因应啊 因应那个不同的情况 像太初改曆就是为了要定土德 然后改曆法 学者说 学者多趋向改用武德相盛说的一边 乃成董仲书而来 并非流向创始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说 五行相盛在汉代啊 董仲书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不用玩到流向那个时候了 然后再来第八 五行相伸缩至旅染怀难无涉地而来 本有绍号并非流星在后 恒天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不用解释 然后第九 以汉为遥后为火的 其足五行相伸三缩互退 之绍号加入孤始系统绝不是流星开始 其实整个这十个论典里面 大概有五六个都在告诉你说 五行相伸观点很早就有了 不是到流星才有啦 因为 因为经文学家从就是清朝清末啊 康有为他们的观念影响中国很长一段时间 那顾杰刚这篇文章其实也受那个观点影响 流星只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 或可可说加以利用 那第十流星往往一切说法皆有延习 并非无端伪造 这个很重要啦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 钱先生为什么要写流向心父子年谱 然后在民国19年6月公布 而且钱先生的这个流向心父子年谱啊 他写出来以后啊 就是这个文章公布以后 北方的经学课都停了 为什么 经文学家的说法已经无法延续了啦 就是清朝 清朝这个末年到民国的时候 很多研究经学是根据经文学家的说法 根据那个清朝基本上 这个观念是错的 所以北方经学课就关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去把流向心父子年谱拿出来看 因为钱先生有提出这个 三十八个不可能啦 然后最后呢是这篇文章 钱先生又加了在六十一页加一笔 他说顾先生原文所引的各种史料记忆点 均可用历史演进的原则跟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说明 这个其实就是在提醒异谷派的学者 不要什么都说是伪造的啦 因为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把顾洁刚的这篇文章 因为以古派最大问题就是 他们认为是伪书的一定就是伪造的 即使伪书只是作者不是那个人 他们也不相信内容啦 所以钱先生会想说顾先生原文所引的各种史料记忆点 均可用历史演进的原则跟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说明 不必用经文加说把大规模的作为及极具的改换 来归罪于流星一人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个清朝这些研究经文经的这些学者 都认为这个就是流星一个人为造的啦 事实上钱先生就是要告诉你就是 不管他是在流向心 流向心父子年谱或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就是用时代的先后就是文献出 就是这些比如说武德宗史啊 五行相生的观念什么时候出现 告诉你说不可能是莫一个人为造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懂不懂 如果之前都没有那你可以说是为造 可是人家本来就有啊 董仲书的书里面就有了 那流星跟董仲书的时间当然有差异啊 所以你不能不能什么事都说是流星伪造的 那钱先生在最后也讲说 他不是要为王莽或是流星辩护啦 也不是就是这个为东汉古文的文学 这个让他死灰复兰 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你在 在推论 这个过去的 这个历史的时候 你想要恢复原状 恢复这个尽量了解 当时的真相 也要有 这个根据啦 因为他在六十一页后面也讲说 他只 只想比西汉的经文家更进一步 本的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 也只想为 顾先生助攻那西汉经文学家的一道防线 好让故事变得胜利再展开一层 因为钱先生不反对 以古派的 以古 因为钱先生自己也 也有一些地方 他就是因为有以古才会写文章嘛 譬如说人家都说流星伪造 这个帮助王莽 伪造古文经 那他就是觉得不太可能 才去 爬树死了 然后才去把这个疑点提出来 好 所以 钱先生并不反对以古 可是他反对的是 毫无使劲的以古啦 我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 讨论钱先生对于这个古史的观点 所以这个喔 如果大家有空 可以去把库杰杆文章拿出来看 其实不用拿库杰杆文章也可以啊 为什么因为钱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前后的情况已经讲得很清楚 好 那下面这一篇喔 流向列宁传里面所见的中国道德精神 我主要我觉得他里面介绍了一些 这个 列宁传里面的这些道德啦 譬如说大部分 因为列宁传讲的就是汉代妇女嘛 那有很多妇女是东韩时期的 就是 在那个道德 比较 比较兴盛的那个阶段 那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这样子 当然里面有很多情况 现代不一定会发生啊 譬如说人家抱丑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像那个 那个秋胡戚妻啊 那个 秋结妻就是秋胡戚妻啊 就是一个先生结婚几天就离开 然后若干年以后回来 还不认得自己的太太这件事也 现在应该不会发生啦 好 我们看一下 就是流向列宁传所见的中国道德精神 在我们看那个 我找到那个汉华强的这个出像以前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前前提出来这个观点我很赞同 他说中国人道德精神 是发挥 则为儒家所独善 这个儒家最讲究道德 我所谓中国人之道德精神 亦可谓是一种善我生之精神也 何以善我生 莫要再死心安 就是 我们人心安以后 我们这一生才会觉得愉快 故曰善我死即是善我生 死生一贯之 死生亦以贯之 此即中国人最生自一种道德精神 就是说这种道德精神是自我 善我生心安哪 好 然后下面这句话 我尤其心有戚戚 为什么 各位看看最近我们这个三年之内 不要说别 就把防疫这件事拿来看 忍者不以胜衰改劫 义者不以存亡义行 尤其是后面这一句 义者不以存亡义行 前面这个 忍者不以身衰改劫 都可以用来形容那些取学而事的人 都应该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取学而事 为什么那些人显然不仁不义 为什么 他们改劫 他们义行 他们没有对得起自己的专业 那下面就是我把我手上有的 就是我找的导游 关于他里面 当然他里面这个提到的 就是前线找了十一个故事 那这十一个故事呢 我有六个 就是以前我上中国文物欣赏的时候 有用到的 我就拿来给大家看 第一个这个就是 这个在四川心经画像石上面 叫做所谓的 这个秋湖戏漆 这应该是画像砖上面的啦 就是他在木头上刻好肉 印在那个砖 就是砖要烧以前 土还没有变以前 把它印上去的 那这个就是秋湖的 这个就是秋湖啦 这是秋湖的太太 因为秋湖不是出去 就新婚几天 五天吧 她就去当官了 然后过了五年回来以后 在路上啊 回家之前啊 看到路上有一个妇女在踩伤 她就去挑戏人家 结果她回家以后 她太太发现 挑戏她就是她先生啊 就很不高兴 不能说不高兴 应该是她觉得很惭愧 就没想到她的先生啊 竟然是这样 后来她就投河自杀 那各位要知道 那个汉代人很有意思 就是在那个画像砖或画像石上面 有很多 很多他们 他们把他们认为重要的道德 精神都把它刻在那上面 或是坐在那个画像砖 刻在画像石 或坐在那个画像砖上面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当然第一方面是他们 这个汉代因为经济发现比较好 所以他们有后葬的风气 所以他们的那个 那个坟墓啊 就是他们的那个坟墓 这个 砖石墓上面都有一些比较 这个高级的这个装饰 所以有画像砖或画像石 在那个墓葬上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们非常重视道德 尤其到东汉以后 这个我们讲过那个 我们讨论过那个国师大纲 大家应该都知道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金师姐女 这一个 画面上这一个是山东 佳祥 武良子 东壁画像 钻局部 好 那这个好 各位看一下画面有这个 stick 就像贴纸一样 他就是告诉你主人翁是谁啦 因为金师姐女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一个女生啊 这个姐女她的先生有仇人 然后呢 她想要杀她 她现在杀不到 她就去绑 绑这个岳父 就是绑那个 这个妇女的爸爸 绑走 因为她听说这个妇女很孝顺 她就把她爸爸 好 接走 然后威胁说 要这个妇女放她 这个 杀掉 她先生 如果不的话 就把这个妇女的父亲 就是她 这个 仇人要报仇对象的岳父杀掉 好 就这妇女没办法 她不想 不义 对先生不义 也不想不孝 所以她就跟那个仇人讲说 你在什么时间点 到我家来 哪一个房间来 然后躺在床上那个就是 我先生你就可以杀掉她 结果这个仇人啊 来了以后啊 发现 这个躺在床上是她太太 就是 杀了以后才知道是她太太 那结果就 就觉得这个女生真是 太重气劫 所以就没杀她先生 好 那 这个 这样的故事在现代 基本上是不会有啦 不会有人杀到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的 道德观不一样 好 然后这个鲁翼姑姐 你看上面也有说 这是谁谁谁 那故事我们就不用讲了 就简单讲就是说 汉代人他们非常重道德 所以有这些题材 像这个奇异继母 这种通常是画像 钻 有stick 但是通常是画像钻 就是人物比较大片的 好 然后这是良皆姑姐 好 你看这个良皆姑 姑 姑啊 这个是因为她带 一个是她个个小一个 她自己的小孩 好 这个火烧了来不及救出侄子 她要想进去救 因为她 苍茫之中先 苍茫之中先救出的是她儿子 好 然后这是良高型 好 就是她为了她 要拒绝那个 那个 那个 梁王的这个 求婚 她就把自己的鼻子割掉 好 好 那这些好 故事 好 其实都回应了就是 这句话 人者不以胜衰改别 义者不以存亡义行 好 我当然希望各位读书会的 这个 同好 我们大家都可以记住这两 这两句话 好 就是读书人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 自重的人 好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 我们人要底线 尤其在现在这种所谓民主社会 好 说好听是民主社会 其实 这个社会 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几乎啦 没有说完全没有啦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第八篇 东汉经学略论 这一篇主要是在谈东汉经学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 大家都认为像郑选啊 这个 基 这个经学是大成 所以是注重 这个 章句 守家法的 那前些人主要在这篇文章里面 谈一些 观念 然后打破 这个以往 这些 可能有误的观念 那我们先看一下八十一页 前些人写说 当时经学分野 唯博士 章句 家法语 博通 大义 之两图 大家知道那个 西汉啊 自从那个汉武弟弟五经博士之后啊 要学经就要跟博士学 那演变到最后就是唱上一个经 就是帮经做解释的这个书呢 可以写到 一百多万字啊 那换句话说 他们已经 这个讲章句 讲章 这个加法已经讲到 巨细 米 而且可能太琐碎了 那博通大义这方面就是 基本上比较注意章句跟加法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义讲的比较少 那到东汉开始呢 才有所谓的这个讲大义 那基本上这个是当时经文经跟古文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因为经文经基本上 经文经学者都在讲章句跟加法 因为讲章句 然后形成所谓的这个 这个 加法 那所以前些人才说 大抵至经学者 以博士章句为多 那通古学者 就是讲古文经的 讲这个所谓古文的 像左传这样子的 以不守章句 举大义者为多 自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德论大家知道就是在那个 那个当地那时候啊 这就集合 然后当时 汉代 那个 这个 最 有学问的一些学者 然后在白虎殿讨论 这个经书上面问题 然后由班固把它记录下来 写成所谓的白虎通德论 或白虎通义 有的 有的 这个书用白虎通德论 有的 用白虎通义 那 到白虎通德论 就是大家讨论 的过程 主要是希望能够 对于经书的这个解释 不同的解释 能够有一个 会通 所以它是主通 其有异于诸家之 章句名义 所以换句话说 透过白虎殿 他们讨论 记录下来的白虎通德论的内容 基本上它跟原来这个 经文经这些学者 就是这些博士 他们所主张的章句有很大不同 若未会十四家博士章句而通知 此则 晚清金师之款 狂言汉鲁 无此事也 换句话说 这个清朝 大家知道清朝的这些经学家 他们是要回到 他们是批评宋代的经学 宋代学者对经学研究 他们想回到汉代经学 所以他们认为说 汉代的这些博士呢 基本上是会通 是释迦博士的章句 那所以 前线在这里提出反驳 那再来到 这个81页 跨到83页 前线提到说 大汉东 大底 东汉卢森 多尖上通 多尚尖通 其专制 一经章句者颇少 而由多尖至金谷文者 在东汉言之则 金学及博士章句之学 名家者 及自成一章经句 称模式学 而此为博士有之 这个主要也是在 打破大家一些科究 就是说 到了东汉的时候 这些儒生 这个基本上 他们都不是 只通一经 因为 在西汉 汉武帝 立武经博士的时候啊 这些 这些学生 太学生 他们去学的时候 就是跟了一个博士学 所以 在西汉那个时候 通常是专制一经 可是到东汉 他们就会 融会贯通 那在85页的时候 前期间讲说 盖正是于今 成章句而不守家法 基本上章句本来跟家法 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他的意思是说 正玄其实是比较灵活 章句之胜于训谷者 以训谷 阔略 而章句完密也 家法之不如古学者 以古学会通而家法偏守也 因为所谓家法就是 专制某一经 研究某一经的博士的传承 所以譬如说你读 诗经 你跟了这个 这个 诗经博士读诗经 你就会跟着他的解释来 所以前线才会讲说 这个守家法不如古学者 为什么 因为当时研究所谓的 这个古文经 也是当时 汉代人心目中的古文 东汉寿心目中的古文 基本上都是讲大义 讲会通 那家法不是啊 家法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那一个 你跟谁学 你就会跟着他的解释来讲 若为正是心 而后是只有古学不知恐学 则亦乎无所闻 简单讲就是说在前线的观念里面啊 正学的学问 他不是指 所谓的这个 会通而已 他也知道 所谓的家法跟 章句 只不过是 他不会受 章句 不会受这个 家法限制 所以我们称 正学为 集经学制 大乘者的原因 就在这里 那第九篇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篇 为什么 因为这本书啊 刘少人物字 其实没有很多人特别注意 可是前线在这篇里面啊 对于刘少的一些主张 刘少的说法 再有一些发挥 而且我觉得这些发挥 尤其在 后面讲到平淡啊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那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前线在87页所讲 他说 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人文主义 因此也特别讲 特别着重讲人物 中国人一向 慎重视 对人物之批评 此乃中国思想之一大特点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 本来我们中国古代的史书 是以编年体为主 后来到司马迁 创了所谓记转体 就是以人为主 那 即使到后来 有所谓记事本末体 以事为主 但是事还是人为啦 事在人为 懂不懂 没有人也就没有事 所以 中国人重视人这件事 而且像儒家不但重视人 更重要是重视人的品德 儒家看重而不是在你在外在事工有多少 就是当皇帝 也不如一个品德高尚的普通人 如果你是一个皇帝 但是你品德不好的话 还不如一个品德高尚的一般人 所以像实际啊 列传第一篇是伯夷 列传 伯夷在历史上说老实话 他没有事工 他还饿死在首阳山 但是他展现出来那个气节 即使到现在两千多年之后 我们都觉得很值得人家尊重 尊敬 那所以在87页的时候啊 因为前线要讲 要去讨论 刘少人物字 所以特别强调 特别点出我们传统文化 重视人 重视人物的批评 所以 我们中国的一些成员 譬如说不要一休万年 为什么 因为一旦你被 被写入史书 你这个人可能 除非那个书不见了 大家都看不到 否则你的臭名就会那个 那 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 一方面当然历史是一个见解 一方面是 你不能留有恶名 因为我们历史 我们文化重视是人 重视人的这个品德 然后再来就是在87页前 先讲说 因讲政治教化皆虚人 就是大家知道 中国像我们古代正史里面 谈的大部分都是政治嘛 那但是 政治也是人做出来的 政治的发展啊 政治的政策的决定什么 都跟人有关 所以他说讲政治教化 讲教化更需要人 懂不懂 因为没有人去教化 譬如说地方官没有教化百姓 人不会天生就懂教化 在汉代政府用人 必与读书人为条件 这个大家都知道 读书必以通经为条件 这个是汉武帝不是立了五经博士吗 那你只要读通一经的话 经过考核没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当官 非读书通经即不得统政 旨在孔孟当时可谓仅存此 由此一理想 而到汉代却已真在制度上实现 政教合一 政治上知人物即是学术上知人物 此项制度可谓是根据的经学中最高理论而来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算是民主社会 各位可以看到产官学合作 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专业官僚 其实就是这个 学术上的人物到政治中来 那中国古代这个学术基本上比较简单 譬如说汉代历武经博士 然后让这个博士带弟子园 然后这些弟子如果通经以后 可以到政治上去做事 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我们以前的教育啊 不管太学啊 或地方的学术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教育为主 儒家是我们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主軸 那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受的是西方这一套 就是所谓现代教育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那以前他只懂了这些经书什么 他怎么做管 各位要知道 在儒家传统里面 那些叫做小学末世啊 专业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学的 可是人品不容易啊 懂不懂 同学可能很难理解 可能想说 啊我们现在学专业要 譬如说我们大学要经过四年 可是大家要知道啊 专业可以学 就算你不懂的专业 你可以透过专业人士帮助你啊 但是人品很重要啊 各位只要看看 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上面这些 这些乌烟仗戒的事情 你就知道 其实都是在人上面啦 问题都出在人上 而不是制度 那制度也是人定的 就是人在订定制度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 他的制度 是可以照顾大部分的老百姓 我再举个例子啊 这个其实我在FB也讲 我实在气不过 我们最近这两三个月 一开始不是因为快塞级啊 这个要排队买快塞嘛 之前从疫情开始啊 排队买口罩 排队这个打疫苗 然后再排队买快塞 可是大家知道吗 政府拿去买快塞的钱 是我们老百姓的纳税钱 然后他买可能五十几块 因为他们那个工企啊 工企上面就是官方设立的网站 就是政府机构如果要买东西的话 就是公家机构买东西的话 一定要在那个网站买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防堵有人 就是在购买物资的时候 有贪堵的现象 所以等于由政府啊 公开去招标 然后譬如说你要买电脑 就在工期上跳 你要买什么 因为政府已经跟他们潜约了 钱已经说好了 所以你不管什么机构买都一样 就同一个电脑价钱是一样的 那在工期上面的一季块是在五十几块 那政府拿我们的钱去当这个成本去买了五十几块 结果卖给我们去排队买的一季一百块 那各位同学 如果像这种乌本买卖给你 你要不要做 各位这个读书会的成员 你们想想看 这叫什么政府啊 拿我们的钱去买来 再高价卖给我们 那像以前发了什么三倍券五倍券一付 好像政府对我们多少 那都是我们钱耶 在座就是读书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纳税人 有纳税的啦 除了少部分学生以外 大部分都是纳税的 那政府凭什么这样拿这个钱 然后口罩当时也是啊 一个好像一开始是五块 后来一开始是八块 后来是五块嘛 可是你知道吗 疫情之前或是最近好了 口罩已经很多了 政府没有规定多少钱以后啊 两块不到 两块或是两块都可以买到一个口罩 所以像这种事情 我真的觉得这个都是人的问题 到底政府赚这个钱要干嘛 一季块塞如果是五十九块 或是六十块好了 他卖你一百块他赚四十块要干嘛 钱有用在我们身上啊 然后我们的钱去当成本 买来卖给我们 这不就是买空卖空吗 他一毛钱都没有拿出来啊 政府是空的啊 要靠我们人民纳税啊 所以 这个前先生讲说政治教化需要人 没错 讲政治讲教化都需要人 那也要好人啊 不好人就像我们现在啊 我们大家 这个我那天还在网路上 还是在电视上听到一个笑话说 国家对就是国家叫你去排队 你看这三年来我们排了多少队 打疫苗要排队 你要上去登录打疫苗 也要在电脑上面网路上排队 什么都要排队 所以前先生这个观念很重要 那我刚讲到说儒家 这个透过培养读书人进到政府 我们传统教育里面看起来好像都是在培养官吏 我们的教育好像都在培养官员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 因为儒家讲的是做人 讲的是品德 说老实话 一个人才能差一点 他可以透过他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这个下面的下属来辅佐 可是一个人如果不好 他是一个机构的这个权力 就是他是一个官员 那会很严重耶 我们中国古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政史里面都有一个直官制 就是在介绍官僚系统 他叫直官 他不叫阶级懂不懂 我们现在比如说讲 我们有所谓院长部长 这是有上下嘛 对不对 那以前有所谓 譬如说汉代啊 有薪水2000蛋 有薪水600蛋 有中2000蛋等等 这是表示他的官阶高低 对不对 可是在我们的直官制 为什么叫直官 看的是 这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要做的职务 而不是你的权力 你的品阶有多高 所以我们的介绍古代这些官员呢 叫直官制 不叫这个官阶制 所以很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下面呢 89页到91页前先就介绍那个 刘少人物字里面提到 就这本书 他这本人物字啊 他不是很多 内容不是很多 如果你们有兴趣 网络上都找得到 那他把人呢分成两等 所谓两等 一个是偏制之财 一个是 这个偏制之财就是有专长的啦 然后第二个是奸才 就是他的才能什么都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大学有没有 我们不管你读什么 有所谓通识教育 你要 譬如说我是理工科 我要学一点人文艺术的东西 然后你是人文艺术 你要学一点理工的 变成奸才 然后所谓偏制之财 有点像我们读完博士以后 我们是某个专业 好像我是历史学博士 历史专业这样子 历史专长 就是说在他的书里面 第一个人有两等 然后有十二流 有三类 那十二流呢就是不同的 这个专长啦 然后最后呢三等 三类 第一类叫圣人 第二类是有德行的 第三类是偏财 所以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的观念 偏财就是偏制之财嘛 这是最高的境界是圣人 圣人是什么 什么地方的表现是圣人 当然是道德啦 然后德行呢是你的行为 还不错 但是你到圣 还不到圣人的阶段 然后呢他又前先生又提到 就是强调那个刘少里面 这个刘少主张 然后在人物字里面主张说 这个观人查指 就是你在判断一个人 你要把它分在三类里面的哪一类 或是两等里面的哪一等 或是十二流里面的哪一流 你就要这个观察一个人的这个本质 就是观察一个人要注重 那本质是从哪边来看 他的性格 那另外就是刘少说 看人呢必先查及平淡 而后求及聪明 什么意思呢 聪明才智大家都很容易看得到 就是一个人聪不聪明 譬如说我们看学生最容易看到的成绩好不好 那很多人会以为成绩好就一定是聪明 未必啊 有时候成绩好像是努力啊 他不一定是最聪明 但是大部分聪明的成绩不会太差 所以刘少却强调说 你要先看他平淡 再看聪明 为什么 因为呢 忠庸之德其职无名 什么意思呢 就是根据前线对刘少人物字的解说说 刘少说人之智者虚能变化无方以达为解 就是说你要完成你的目标 你要有一点弹性 那这弹性呢 从哪边来呢 从你的这个平淡里面来 那根据前线对刘少人物字的解释 他认为刘少平淡两个字是庄老思想 可是中庸两个字又来自于儒家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在前线的观察认为 刘少是把儒家道家两家思想配合 然后呢自创一格 所以他说中庸之德其职无名 无名也是来自于那个老宗的观念 然后呢下面这一段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是前线把那个平淡 就是刘少讲的平淡两个字呢 再把它引申更多一点 更多的这个发挥 他说再说平淡两字 平者如自放任何一物 放平处便可安顿 放不平处便不亦安顿 但呢能放进任何事物 而使其发生变化 不自居服在一定格上 换句话说平淡的性格可以让人家 潜在性能获得更多的发现跟成就 就是说一个平淡的人 他其实他的弹性更大 而且他的 他有点像我们那个瓶子里面啊 空隙越多 可以放入的东西又更多一点 然后前线又举了那个刘少的说法 他说刘氏因此又说 学虽可使人成才 然成于此即施于彼 换句话说 我们透过学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只学 可能会因为学某一种专业变成偏制之才 然后我们就会让自己的这个眼光受限了啦 那对于这个刘少说的这个学啊 这个前线又说这个是道义 然后呢他又说刘少呢看不起数字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推己及人这个数字啊 他刘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说 比翼若其人自己心上有毛病 如何能推己及人 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讲有没有中数中数啊 这个 推己及人是数嘛 进己之位中推己及人之位数 那他的意思说 推己及人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就是要有同理性 可是问题如果这个人心里有问题的话 他的同理性会出问题啊 这样懂吗 所以他就前线就在这个地方说 就是 刘少的意思说 若其人自己心上有毛病 如何能推己及人 所以他说学不入道 又说数不周悟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儒家很讲究学嘛 大家知道论语里面啊 学而时期之不亦亦夫 不亦乐乎之类的 学讲了很多 所以呢 他认为刘少想要弥补儒家的缺陷 所以提说学不入道 数不周悟 换句话说 我们讲中数本来应该是非常 非常周到的 推己及人嘛 有同理性嘛 可是如果这个人有毛病的话 就很难 真正 这个 同理性就不一定是好的 推己及人就不一定是 正面的 那这个是前线在这篇文章里面 对刘少人物制的讨论 那我这个只是 引了这几段 只是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那当你们可能看到更多 或是说看到跟我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意见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群组里面讨论 那下面是我们这一次读书会 528读书会最后一篇就是 魏晋玄学以南渡清谈 这一篇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 前线其实在这一篇里面 谈蛮深的这个儒家思想 道家清谈的这个演变过程 但是前线用比较简单的这个比调 然后告诉你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事实上到软极那个阶段 他们其实都还是属于儒家学 儒家者流 虽然他们外在行为的表现 然后那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 虽然贤学这个流行 但是事实上有些著作 根本就是儒家的著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线说些什么 他说政治无出路 激起庄老思想这个复活 但是个人思想盛行则政治思想更无出路 这个我能够体会前线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些这个学者的表现 其实有点像那个美国时期 那个嬉皮 就是老庄老庄的这鲜学 这些所谓清谈 这是个人的展现 所以当个人的思想开始比较 就是注重个人的想法的时候 当然政治 政治其实是一种妥协 一种团体的 政治是需要团体一起去运作 个人不太可能在政治上 能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前线才会说政治无出路 因为政治没有出路 这个学者只好 这个头像老庄思想 希望找到自己的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可是因为自己的个人思想盛行以后 就政治更没有人 就是当 当时魏晋南北朝那个时期 很多学生他都不出事 然后可能他们只可能占据位置不做事 因为有这个职位在这里 你当这个官 可是你又是信奉老庄思想 你就不会在你这个位置上面努力做事 那另外他又说 马隆显然是一位道家化的经学家 而郑玄是一个法家化的经学家 因为当然我们前面有讲过 郑玄是集叛代经学之大臣 对不对 可是郑玄的一些表现 比较像法家的人 就是比较严谨啦 然后下面开始呢 是他在分析 且现在分析魏晋贤学的三个阶段 他说 昭司马义两家 以大全数大摩取天下 在上者既不能光明磊落 大夫人情 欲讲法治 欲足以激起 在下者之消极于放大 从此贤学遂大圣 王毕和宴唱于前 阮吉吉康祭其后 相秀郭秀陈其末 始为魏晋之祭 贤学演进三大众 就是说魏晋的贤学 就是透过王毕和宴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你可以看到王毕和宴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阮吉吉康就是所谓的竹林气血 那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等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相秀郭相他们 那下面呢前仙人就在文章里面说 汉人以阴阳学说说孔学 这我上次有讲过嘛 汉儒被称为俘虏 就是腐败的俘虏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纯儒 跟孔子孟子那个时代 纯儒不太一样 他们已经加入阴阳五行的观念 所以前仙人才会讲说 汉人以阴阳加学说讲孔学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武德宗史说这些 现在王毕和宴以庄老思想讲孔学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前仙人在文章里面有分析啊 像王毕啊 他怎么去解释这个孔子 他就是把那个老庄的这种所谓的 吴的观念 跟孔子的这个理 这个观念结合在一起 思想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说 王毕和宴以庄老思想讲孔学 故由王何以下 就是王毕和宴以下呢 如郭相孙盛都非全尊庄老 都自庄老于孔子之下 可是这还有 有一点那个 就是说他们虽然好像儒学是以主軸 然后他们在外发展这个玄学 可是事实上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啦 那所以在前仙的这篇文章里面强调就是 魏晋学 魏晋学术的正宗思想是 孔学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玄学很发达 事实上这些人也受过孔学的影响 然后另外就是在那个 那个有一段地方啊 在讲那个 那个阮吉啊 他妈妈死了以后啊 他做了什么事 所以那个前仙人就特别强调说 这个儒家治理啊 是为求和情 和人情物理 不是为了粉饰虚假 就很多人觉得儒家的理 像那个墨家很喜欢批评儒家的理 老庄也喜欢批评儒家的理 因为当时阮吉啊 不是他母亲死了以后 有没有 性至孝母死 事与人意 不醉如故 吉善丧失意 尊疼 真臀 因走久 直言穷矣 高血素生 这个是试错心云有啦 史书桑也有 那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 这个大家觉得都好像 好像不熟理 其实阮吉他强调是 这个 理法其味无被赦 什么意思 他就觉得虚理非常可厌啦 就他其实他很孝顺他妈妈 可是在 在那个 那个妈妈 这个伴葬礼的时候 又又是 大口吃酒 大口吃酒肉 大吃酒肉 那 其实儒家 这个 在那个丧礼里面 他们 儒家很讲究 不要在丧礼喝酒吃肉 为什么 因为你很悲伤 你心情很不好 你在喝酒在吃肉 其实对身体是会伤到 至少会伤胃啦 然后卵吉他不是 因为他当时不是大口喝酒吃肉 所以他呕出这个 就是吐血啦 这个其实就是在那种悲痛的情况之下 又去吃酒 喝 喝酒吃肉 所以呢 造成 胃的问题 才会吐血 好 所以 前仙子在这里讲说 这个 这个 儒家 他制定这个礼节 是希望和人情跟物理 他并不是 是做一个 那个礼让大家觉得说 喔儒家好送你 不是 他不是虚假 他是实际的 他比如说 希望你在上礼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讲究你服上啊 你就吃的很差很简单 吃的很简单 是因为你心情很不好 你就不会特别注意 我每天要吃些什么 这是人之常情啦 就如果家里有长辈过世啊 或是不要说过世啊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生病 或长辈生病 大部分人心情是不好 不太可能去讲究说 喔我今天要吃什么 明天要吃什么 但是你的生活可能会简化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会放在那些 需要你照顾的人身上 所以 前仙在这里 其实讲的是这个观念 那后面呢 这个也是 前仙非常重要的观点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说 王 帝 和 燕 到 卵 吉 姬 康 到 相 秀 郭 相 他们这三段 这三个演进过程 就是咸学演进过程 他们的表现 差异在哪里 那在108页到110页啊 前仙说王和儿子就庄老通儒学 阮吉则弃儒就庄老 这个当然前面 前仙虽然讲 魏晋 魏晋时期的学术的这个重点 其实是儒学 但是儒学 儒学之外还有老庄 但鸡软都是至情人 都是真君子 就是说这些人的表现 虽然你可能觉得他行为 方当不及 可是这个是他们 真性情的表现 至少不是虚虚唯唯 他们的颓废方当 当时是受了政治跟社会影响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政治很黑暗嘛 我们若认为 我们若认王和为儒家 则积软虽伯周孔 从庄老 而思想亦去 仍未出儒家范围 相郭则自引进人 却把儒家理论来自掩饰 自顿逃 既不能学儒家对政治社会积极负责 又不能儒庄老 对政治社会操然远壁 从这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前仙认为 玄学发展到相秀郭 郭祥这个阶段 他们这些人 已经不是君子了啦 就是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老庄的 又不像儒家跟政治社会 那个好像是老庄 可是他事实上又没有远离政治社会 跟那个阮疾啊 这个 这个 激康不太一样 所以最后呢 前仙做一个结论 他说 故 王和还是有规矩的 是积极的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 因为这个是在魏晶贤学第一个阶段 事实上 王毕和彦写的东西都是 当时啊 为儒家经典做著嘛 好 然后呢 激软虽放荡 还是有性情 虽消极 还是能操览元素 好 就是说他们放荡 可是像软极啊 在他母亲 这个去世的时候啊 这个表现出来 你可以知道他是自情自孝的人 好 然后很消极 好 消极虽他远离世俗 这也对 懂不懂 超然元素 至少于世无大爱 好 就是说对整个这个政治社会啊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 相秀国相 则是无性情的放大 好 就是 有点像那个 我们刚讲那个嬉皮啊 就是没有一个原则的放荡 抱着消极态度 而又不肯超然元素 十足的玩世不公 而转把儒家的理论来掩饰顿长 好 所以因为他们的表现 前线的结论是 相锅 食不足为锅 装子之功成 却不免为两境之罪人 为什么 因为在魏晋南北少时期 贤学发展到这是第三端 可是他的表现显然不如前面的这两个阶段 好 那所以他说这是元康以下 相锅时代的风气 好 那四说行语 大家知道有空可以去看呢 介绍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些清坛的这个学者的行为表现 然后呢四说行语著就说 竹林七贤之风虽高 而礼教上俊 就是竹林七贤虽然他们放浪刑害 对不对 可是当时的礼教还是很严格的 但是呢 戴元康宗就是相锈郭相那个时候呢 随之放荡月里 好 就是更不像话了啦 这些所谓的贤学啊 清坛啊 他们的行为表现更不像话 好 好 这个读书会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